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Nanelle 在我旁边的是布任老师 是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迎接我们的第一单元美股周报 首先和布任老师请教的是 有白宫官员透露川普他下周会签一个行政命令 而这个行政命令是有关于他废除欧巴马总统所签署的一系列关于环保的立法 其实很受到大家瞩目的就是川普他可能会废除一项叫做联邦开采煤矿的一个禁令 他觉得环保不重要 发展美国的企业制裁是最重要的 这会怎样影响接下来股价 是不是对这些实业跟能源股是利好 这一定是的 那我们首先不能确定他这个到底会不会签署 因为现在都是一些消息在流放出来 所以奥巴马从还没有上台之前 不是特朗普在还没有上台之前就说要废除奥巴马一改这个问题 现在好像是大家最关心的是他的税改 但他的税改前面又加了一个标题是要先做一改 那现在一改还没有做完他又要先废除这个 所以说这个他的一层一层好像的节奏没有掌握好 但是我们就单看这一件事情来说 如果真是废除的话 这将对能源板块还有一些公共服务也的板块 这将是一个利好 因为他废除了这些所谓的环保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 就代表他要大举的去发展他所想要发展的其他业务 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对能源板块对这些公共服务也的板块 这绝对是一个利好的现象 是 现在川普呢 现在要加汇能源和公共服务类板块 那不过今天呢 在本周我们可以说在纽约的证交所 他大家最关注的议题就是Snapchat的IPO上市了 其实这礼拜呢 我要跟布任老师分享 我们中文投资网的团队 包括我还有威尔老师 还有我们的媒体的编辑同仁 也都进到了纽约证交所去参观 那我们甚至周三呢 我还约了人在证交所采访 所有人告诉我最重要的最大的议题 就是昨天周四Snapchat的上市 大家看到他们上市是17块钱 马上一天之内暴涨40%变20块美元 我甚至在飞机上看到这个股市名嘴Jim Kramer 他说现在买的人就是笨蛋 因为他觉得会跌 不知道老师怎么看 我也觉得是会跌的 因为一个股票 你能不能看一下 它的市值现在已经超过400亿了 400亿的市值已经超过索尼了 那这个市值非常大 大家都说它是下一个Facebook 它是下一个的Twitter怎么样 但是这个上市案件 确实是自阿里巴巴以来最大的一个上市案 可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对于Snapchat这样的公司 它既然要选择上市 说明它想扩张 它需要用钱 所以还是缺钱才会上市 这是第一点 然后其次我们看一下公司 它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 那它目前的市值是绝对不支持它的这个盈利的 这个就是我们落实到基本面上的问题 Jim Kramer他不看技术 他只说基本面 我们不管说他说的猜测的往期的成绩是准与不准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没有问题 因为基本面是不支撑股价这么高估的 所以说我们回忆一下当年Facebook上市的场景 Facebook上市之后一路的下挫 那我相信Snapchat在大家的热潮退去之后 也会是这种后果 也会下跌的 是所以不知道是你自己会买吗 或是在今年会观望自己 我只会做日内 做短线抓一个小不同 我绝对不会去投资它的 是是 好 不能报长线对Snapchat 那接下来我们最后把焦点从美国搬回到印度 这礼拜呢有两间饮料公司受到印度的波及 原因是因为大家觉得他们浪费了印度的水资源 那就是百事可乐还有可口可乐 那这礼拜这两只的股价 他们听说公司市值损失了2.1亿美元 那股价是不是有相对应的表现 是的市值损失了就是反映在股价上面 这个他们印度方面去抵制 主要是因为它吊到干旱 觉得这些碳酸饮料浪费了资源 那怎么说呢 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必须要使用的 我相信人类短时间真的很难放弃这些东西 像我们的我们公司很多员工都非常喜欢 可不可乐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时间 如果真的跌得太狠的话 是一个逢低买入的好机会 是逢低可以介入 好的以上是我们布任老师呢 帮我们分析的美股周报 那接下来我们把焦点给我们上海财经观察员 Laura她来带来中国本周最热的话题 就是中概股私有化 以及她会推荐一只商业客户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好的 那上海这边我本周也是发生了不少事情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前年到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 中概股私有化这个概念是吵得很火热的 但是因为中国股市新三版和创业版走势 风光不在 中概股私有化后不是很方便马上在中国上市 所以也消停了一阵 然而最近又有一家我们曾经很熟悉的中概股 选择离开美国股市 那就是旅游网站去哪 本周三去哪宣布 已经完成了之前与中国远洋管理控股有限公司 于2016年10月19日达成的私有化收购协议计划 这个协议是今年2月24日得到去哪股东通过的 去哪从3月1日起就在纳斯达克停止了交易 私有化的价格则是30.39美元 目前去哪仍然没有透露出是否会借壳在A股上市的消息 不过我们想提醒美国投资者的是 2015年中国最大的两家在线旅游网站 也就是曾经的对手去哪和携程就已经合并了 所以如果看好去哪或者中国在线旅游行业的投资者 仍然有纳斯达克上市的携程可以关注 既能发伟业NF Energy股票大马NFEC宣布正在与印度公司敲定千万美元合作后 近日公司又收获了国家战略级别的摇钱树 近日公司又收获了国家战略级别的摇钱树一颗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巨大商机 并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订了某热电联产项目阀门供货合同 合同金约34万美元 其股价当日从0.98美元最高涨至1.3美元 涨幅约为33% 以上就是本周的美股周报 谢谢各位观看 欢迎收看每周华尔街精彩的大麻秀 大麻投资秀 我是主持人Nanil 在我旁边的是温尔老师 大家好 是那这礼拜非常精彩 我们的大麻秀呢 一样要带大家看我们中文投资网的全美巡回演出 从上礼拜的迈阿密到了这礼拜 我们到了纽约 那当时我跟Will老师人都在现场 所有的投资人都对我们中文投资网 从金融服务来开始跨足生技产业 非常的好奇 而且大家一听到我们是做CBD 相关的公司都说 那现在这个就是最training的 就是最热门最潮的一个产业 然后他说其实在美国投资人眼里 CBD真的是一个在蓬勃发展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不断在向上的一个产业 是的 从这个会场的大家的反应来看 其实很多的投资人呢 对于CBD他包括在一些疾病方面的疗效和对身体的保养上面呢 都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了解 他们非常关注这个产业产业就是CBD这个这样一个新的化学成分 尤其是纯天然这样一种成分 如何能够应用到实际的这个生活里面 包括一些治疗啊和这个刚才讲的身体上的保养啊 他们非常关注这一点 而中文投资网呢 在这个论远中提出的这样一个吸引的 把这个CBD向华人市场推广 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呢 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因此他们呢 都是很踊跃的在问我们这样的问题 是 那其实为了老师现场 他听到很多投资人的意见 因为大家很好奇 在中国市场里面CBD目前真的都还没有 这也是我们独特的一个优势所在 那大家也都很好奇说 那我们要做哪一类的CBD 而且我们原本的这些金融的服务 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点 也是文老师频频被问到的一个点 是的 其实大家重点还是在关注在这个CBD上面 他们对于这个从工业汉码里头提取的这个CBD成分 它的浓度作用呢 除了他们自己有一定的了解之外 他们还很好奇说 你们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应用到这个人的身上的 他们是给人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这是他们一个关注的重点 是 那文老师这边也要预告一下 我们在当我们纽约的Neba Conference跟投资人交流的同时 我们洛杉矶这边我们新的店面是不是已经开始动工了 是 我们新的店面已经开始逐渐的这个建立 然后呢 在这个新的店面里呢 将会给大家展示很多的这个CBD的产品 也希望大家能届时的能够来我们这个店里的多多的参观 有没有一个预计的时间 预计时间可能在4月15号左右 是 所以大家在等我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可以亲眼看到我们中文投资网 全球唯一一家中文为主的CBD的商店要开始开幕了 真是相当难得 那为了老师同时我们线上商城的优惠是不是也是继续 线上商城优惠当然是要继续了 还是保持了买食送衣的这样一个节奏 希望大家呢 能够积极登陆我们ChineseCBDOil.com 这个是我们的网络商城来去选购我们的产品 现在哦 可是刚刚开业给大家送大礼买食送衣 是 好的 那非常精彩就是我们中文投资网 还有我们的CBDChineseCBDOil.com 这个两样的服务 现在全面的是要给推广给大家 那同时我们这边呢 要带给大家是非常精彩 就是我们本周呢 我还有Will老师 我们在纽约现场参加了纽约投行的年度会议 Niba Conference 现场我们中文投资网路演呢 和现场的投资人交流的一个盛况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纽约Niba Conference的会议现场 中文投资网这次和旗下的ChineseCBDOil.com呢 也受邀来参加 和现场我们超过100多位投资朋友来交流 Millard Tidings convinced me to leave Princeton to come here at 3 o'clock for one presentation which is your company's presentation 好的 看完了 我们在纽约 你把conference的 和投资人交流的盛况 同时其实当天 不止我们一家 是做CBD的公司 我自己也接触了 当天有其他家 做CBD有的美国公司 他们很多一样 跟我们一样 标榜CBD的功效 而非THC 所以我这次在纽约 也采访了三阶 都是做大麻医疗 CBD相关研究的公司 可以说真正是在 美国非常非常潮 非常非常热门的 一个产业跟话题 问老师最后 要不要跟我们的朋友 来分享一下 我们有送邮 是的 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积极登陆 我们的网站 同时添加 温柔王2016的微信 这样的话就可以 获赠一个免费的 CBD邮的产品 是 别忘了 CBD邮买时送一 还有拿登网站 拿赠品 以上是我们精彩的大麻秀 谢谢收看 MING PAO MING PAO 字幕by索